我這個以這個醫療的一個角度 另外還要在法律的角度看這個長期照顧 或者是說這個銀法經濟的時候 會有哪一些的這些想法 那我自己 我想這個地方 我也是個人也是從產業面這邊來突發 所以我可能會想先講一下看一些產業發展 另外的時候就會講一下這個機構跟法律規範 因為我們知道長期照顧其實 或者是我們的銀法 它是一個內需產業 內需產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法規制度 所以其實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例如說在我們今年大概2月之前 我們的長期照顧是以什麼 保險制 後來轉成這個所謂的稅收制 光這一點的變化 其實對很多人的布局跟產業界想要投資的時候 其實就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其實在內需的一個產業的時候 我想法規制度的時候 可能會佔有一部分的一個地位 我想大概就是 所以我會從長期照顧 我們常常會講這是一個連續性的光圖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 大概會從比較從醫療的一個角度 然後來做一些分析 那當然的時候我會後面的時候 因為我想已經講到最後 大家可能會有點想睡覺 所以大概也會把這個會舉兩個實例 第一個當然就是美聖集團在長期照顧的一些布局 那我想這樣的話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身臨其境的一個想法 另外一個部分的時候 我大概會把美國 美國在這個長期照顧的一些發展 然後跟大家來做一些分享 那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的這個長照 或是這個違法的體系 其實講美國的似乎是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就是說我想今天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首先我們先從這邊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看這個影法生態 生態系的時候 整個用一個這個 這我自己一個小小的想法 就是怎麼樣用一個whole scope 來看一下說 這個影法生態系大概怎麼樣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最中間的上面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一個這個 長照的一個運營的一個服務的一個體系 我們可以從這個服務端 然後跟這個機構端 我們大概可以了解 以前的這個以前的這個角度 有時候剛剛 所以我想剛剛的時候 那個蔡指定長有講 我們以前為什麼要一個執照來做一個服務呢 我們到底是以機構或是執照為核心 還是以服務為核心 還是說怎麼樣子來整合 提供做一個這個整合 然後提供一個老年人 他真正需要的一個連續性服務 所以我想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想這個地方大家已經講了非常多 例如說我們看後面的時候 無論從以前的護理人員法 然後這個老人福利法 到現在的這個長照服務法 那他中間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機構的時候 通通都會有一些影響 那再來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像王老師說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長照訓練的時候 他有一些人力的一個資源 所以他從這個訓練怎麼樣做認證 然後再來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一些人力的一個仲介 所以其實在這產業的時候 進入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力仲介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就有進去 在訓練跟認證的時候 現在有很多機質的體系 他們也在做 那同樣的認證的時候 我想剛剛王老師提起講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除了實體上的一個訓練之外 另外online 所以跟這個下面 這個這邊有人打錯 跟下面的一個資訓體系 然後怎麼樣來做一個串聯 來做一個訓練 我想這個地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來很多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過 除了說需要這個長照我們的定義 其實就是所謂的失能或失智 其實我們還有更多健康銀法 我們屬於滿足它的需求 所以很多文化、健身、旅遊、日用品 跟這個銀法的電商 其實我想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邊我已經有打錯了 這邊其實是資訓產業了 那資訓產業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剛剛蔡執行長講的 非常非常多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譬如說運營機構 它的一些裡面的一些管理系統 然後智慧加值 然後這個的一些軟體 甚至說APP 然後加上一些穿戴式的一個裝置 失能輔具跟這個機器人 這個東西怎麼樣來幫忙人力 或者是幫忙這個運營機器 我想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同樣的在醫療裡面 如何進入或來協助這個長照呢 除了說這個預防疫學養生產品 其實這個東西是跟什麼 其實跟IoT的時候 原則上是可以在做串聯的 然後當然是不是所謂的一氧合一 我們到後面的時候稍微會介紹一下 那在的時候 我想剛剛蔡子一講到一個非常非常重點 即使以這個新莊的這樣一個中心的時候 要花這麼多錢 其實也不是每個機構都有辦法的 所以怎麼樣子的時候 其實借助這個金融機構 它的一些這個資金的能力 我想這個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那再來的時候我想去年的時候 金管會他也曾經這個 他有直接講過 大概就是保險的一個這個食物給付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辦法從這個 例如說適能保險健康促進 然後來做一個這個串聯 另外的時候往前跟往後看就會看到什麼 殯葬的一個服務 那其實殯葬服務在這個的時候 其實也是去年金管會宣布的 這個食物給付裡面的一個這個重點 那其實殯葬服務或者是我們後面所謂的安寧療戶 同樣都是一個我們這個銀髮族老年 他的一個什麼 他一個這個我們一般講 他的一個這個產業鏈 他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再來的時候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需要照顧出來 另外可能也有一些有錢的老人 那所以如何對他們來做一些這個 做一些例如說家族傳承 不要例如說發生我們現在有一些 無論是這個航運或者是這個塑膠的一個集團 然後之後發生了一些家族傳承的一些這個規劃 不然這個也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在台北也有些人 其實他只有除了房子之外 或許他們有一些流動的一些資金 所以這時候反向抵押 也就是說我們的移房糧老者 這邊也可以提供一些的一個照顧 那再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這邊的時候 在地產產業的時候 我想這邊的時候 大概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這個活動 那米聖集團的時候 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在這邊的時候大概都會有做過相當的一些這個活動 例如說我們之前就曾經 各位現在在的這棟大樓 這棟大樓 這棟大樓各位現在所在的地方 當時的時候我們就利用Sales and Listback 就是以售後租回的方式 然後這個直接跟這個ING 就是一個金融保險公司的時候 做一個全亞洲第一例 這個健康產業的一個售後租回 那當時我們也有在考慮說 到底是不是要用REITS 所以在這個地方怎樣做一個資產的活化 然後來幫忙整個這個健康產業跟產業化的時候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簡單的說的話 我們大概先把第一個這個 朋友讓大家是不是說 對於說假設萬一產業要進來的時候 哪些產業能夠進來 然後它的position在哪個地方 然後跟哪些東西可以做連結 那我想這次大概就先這樣花一個這個三分鐘 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如果以我們目前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這個衛福部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一下這樣的一個資料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全國有多少人口數 然後老年人口的比率 另外的時候可以利用這個公式來算一下這個需求 然後跟機構的防數 甚至可以了解一下這個 例如說我們現在的話 這個六都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這邊特別提出這個新北、台北跟桃園 我覺得我們在桃園生活 是一個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個城市 因為桃園的時候目前是少數幾個怎樣 人口增加 而且人口還算年輕化的一個這個城市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它的供給跟需求的時候 大多數會認為說 所謂的這個照顧跟安養的時候 床位數是稍微還有些剩餘 但是這個護理之家的時候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會比較急迫一點點 那如果以這個長照機構的分類來說 那因為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理照顧的時候還是分做三塊 主要啦 也就是居家、社區跟機構 那我想居家跟社區的時候 那在這一部分的時候 我想政府大概是提了非常非常多 我們所謂的2.0的這個ABC的時候 其實大概主要還是在社區的這一塊 那在機構這邊的時候 其實這邊的話大概就會比較需要 比較大規模的一些資金的一個投入 那我們看以前的 其實我不太覺得應該要講以前 應該還是要講現在 用長期照顧服務法是去年所謂的一個通過 但是兩年之後的實施 所以也就是怎麼樣 也就是2017年才會正式實施 但是我想因為有一些內部的一個因素 所以長期照顧服務法下面的執法 施行細則跟一些執法的時候 幾乎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非常非常擔心 如果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之後 它的一些設置標準統統都沒有 所以怎樣去來接軌 其實我們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們現在先回來看一下 這個長照服務法施行前 或者是指目前的時候它大概的一個狀況 在從前的時候我們是分作雙軌制 我個人所謂的雙軌制就是分為衛政跟設政 那衛政其他的法源基礎是 這護理人員法或是所謂的護理人員分制的一個設置標準 所以當時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叫護理機構 相比說我個人我自己是在桃園市衛生局做一審會的委員 所以如果你要設立這個所謂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所謂的護理之家的時候 所以你的文件要丟哪邊 文件你必須要丟衛生局 要丟一審會 但是如果在以前的時候 你的長照機構的時候 原則上它的地點是什麼 它是一個社會局 所以以前它是依照老人福利法 還有老人福利機構的一個設置標準來設置 在這裡的時候其實有一個重點在哪邊 重點在以前的老人福利法的時候 它有一個在5到49床的時候 可以用小型私人來設立 所以目前的時候其實真正說明我們在場 有一些人甚至應該可能是這個 小型私人的一個負責人 那再來說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設置護理之家的時候 你必須要資深的護理人員 那如果你要開這個所謂的長照機構的時候 如果只要你是20歲以上的這個中華蘋果國民 原則這樣大概就可以 我想這個東西會有一些些的一個不同 那再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到底老跟殘之間中間的一些串聯 將來能不能轉換 所以其實衛福部目前也在討論說 到底一些殘障機構 然後跟之後的一些長期照顧機構的一些轉換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些這個比較不同的一些的想法 但是呢 如果我們依照長期照顧服務法 它的這個內容的時候 大概是整合到一個衛生福利部 它大概會照顧服務會有居家社區跟機構住宿 然後另外的時候 這是一個服務的種類 另外一個是機構的種類 那這個齁 這個其實的時候 大概我個人是覺得 大概等於說像前面的一個服務的時候 它大概是做一個比較一個整合 那另外這個長照1.0、2.0的時候 其實它把服務範圍破大 另外再增加一些失智的一些照顧 我想這個是中間的一些重點 那真正對於說產業 它的重點主要是在 長照服務法的第21條跟第22條 因為在這裡的時候 它認為說在機構住宿服務的時候 要以財団法人或社團法人來設立 所以這個地方會出現哪一個爭議 所以以前假設這種情形的時候 那麼老人福利法過去那個49條的小型私人的時候 它就會有那種何去何從的一個問題 會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 所以在以前的時候 其實法規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稍微看一下 法規的時候原則上 大概是會有給他一個類似弱日條款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在長期照護服務法 其實它在法律上的定性的時候 非常類似這個我們醫療 醫療服務的一個叫醫療法 所以我們如果把長期照顧的一個機構 跟醫療機構來做這個比較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會想到 還有一個我們台灣其實有叫醫療法人 醫療法人 所以很多人看長期照顧服務法 應該要同時來看什麼 醫療法 因為醫療法已經施行了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如果長期照顧服務法 它要施行的時候 它很容易做比副原影的一個法規是什麼 是這個醫療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參考價值的一個地方 那重點是 如果產業要進入的時候 下一個問題就是產業要如何來進入 那過去我們對於所謂 無論是這個社府 或者是無論對醫療的時候 我們原則上都不希望法人 特別是公司法人來進入 所以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醫療法其實大概四、九條的時候 他說法人不得為醫療涉盤法人的社員 所以意思就是說公司能不能投資醫院 不行 公司其實是不能投資醫院的 那這邊的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思考 那麼公司或是企業能不能投資 這個我們的意思是能不能投資這個長照機構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主管機關的時候 有一個叫長期照顧法人法 意思就是說到底這樣一個法人能不能來投資 那其實在現在的時候 目前還是應該說是一團混亂 好 一團混亂 因為到底你是要社會福利 到底是要盈利或非盈利 我想這個東西的時候 企業能不能投資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其實我今天聽到 我在下面聽到這個蔡子經長說 她覺得如果企業能夠同樣的 也能夠進入這個長照產業 似乎應該是可以豐富 整個這個長照提供服務的一個多元性 我個人也是覺得這個應該是並行不備 所以我這邊的時候 這一段的時候我就稍微講得比較大聲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理論上在2017年 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之後 它的可能的法規變革 我們剛剛就有提到過 大概就有提到過 不過的時候我們其實看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在105年10月6號 10月6號 所以其實還沒有多久 當時行政院就通過修正草案 要把它怎樣 要把立案前所有的長照機構得適用原來的法令 繼續提供這個長照服務 所以意思就是說大概就是不太會有一個弱日條款 而是怎樣 不數既往 不數既往 反正對我們學法律人來講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有一個這個法律原則來支持 法律原則來支持 所以這邊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以後會不會變成一國兩制 非常有可能 再來的時候這邊還是有非常非常多利益團體 然後它等於說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對於說將來法規可能的一些變動 那因為假設這一個修正案能通過的時候 對於49床以下的機構 其實就是給它一條很大的深入 那否則的時候 否則說因為之前的時候還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如果你改制 甚至說換負責人的時候 他就要求你要用新制 各位如果看法台就知道 不過聽說好像現在已經把那個 換負責人的這項把它就是把它那個拿掉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大致上 在這地方我們很簡單做一個這個summary 可以來說就是說應該是這樣講 無論是政府 無論是民間 無論是企業 其實他們都看到這個長期照顧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 將來未來的一個趨勢 甚至我們說 甚至我剛才有聽到我們徐老師說 這個不是什麼叫做這個引發產業 應該以後所有的產業通通都是引發產業 所以我是覺得可能我們對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概對市場應該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看得到 但是怎麼樣進去 怎麼樣做得好 然後怎麼樣像蔡子強說的這個 你要能夠達到老人的需求 我認為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想法 我想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法律的時候 很簡單的時候跟大家做一個這個介紹之後 我們來看看 那個假設我們來看某一個這個健康醫療體系的一個 長照事業群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從醫療端怎麼樣來看一個這個長照市場 各位現在應該就是坐在這個地方 就坐在這一棟的20樓 應該就是坐在這一棟的20樓 這個民生醫院的手上就在成立已經超過這個40年了 我們大概是有這個4、500的一個這個床 應該在整個桃園區應該是 算是提供醫療服務的一個中間份子 那我們來可以看其實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時候其實我們大概有一些輔導JCI的一個這個想法 那這邊的時候應該這樣講 台灣的時候應該是非常非常多的機構的時候 大概有去大概有去跟大陸做一些合作 因為我想剛剛蔡子強已經提到過了 如果我們要跟大陸比硬體 我是覺得大概應該沒機會了 軟體軟體或許還有幾年的領先 或許某個部分我們連軟體的這個軟實力都很快 大概都沒有優勢了 但是不論如何的時候 不論如何的時候 在我們這樣的一個這個小的私人機構的時候 原則上跟大陸的時候 其實在這邊的時候 無論是這個內蒙古的這個富幼保健醫院 天津的這個卓達長照 其實天津的這個卓達的這個東西其實是 大陸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試點 然後北京的燕燃醫院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李亞同一個純惡劣的一個慈善的一個醫院 然後另外的時候一個跟長照比較有關的 大概是四川的一個潘之花的一個日照 跟一個這個CCRC的一個發展 我想大概方向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邊的話大概就是更仔細的把長期照護的一個業務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怎麼樣從醫療的話進入這個長期照護 所以我們大概是 這個米森醫院的時候做一個核心 然後之後的時候 向下把所有的這個跟長期照護有關的東西 然後圍繞著這個核心來做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如族長照中心 三明護理之家 宜人居日照中心 宜德養護中心 然後這個隆兵護理之家 中明居家護理所 中明護理之家 然後大園護理之家 這樣的一個這個體系 然後另外的時候再加上天津的這個 所謂的養老護理中心 然後這個四川潘之花 杭州護理院 然後整個這樣的一個這個合作模式 那在合作模式上大概會以顧問諮詢 委託貸管跟合資運營 不過我是覺得我們一般來講 大概還是會以這個顧問的一個方式來 因為其實要跟大陸合資的時候 其實風險我想是還是有一定的這個程度 那再來的時候 說一句比較實在的話 大陸也不太看得上我們的資本 大陸上應該主要要的是我們的農 我想大概這個地方應該是 這一個這個的一個想法 當然我們上面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個這個公司 然後來管理這樣的一個這個 這樣的一個體系 目前在台灣的時候 大概接近八百床的一個這個規模 好 我們看一下像這樣 其實的時候我是覺得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時候 我覺得米勝的體系 大概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體系 因為各種情況通通都會有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這個養護中心 那看在一個風光明媚的茶園的一個旁邊 所以後面也是會有公機 然後在這樣老人家可以在這裡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這個活動 它這樣也是一個混合性的一個機構 另外的時候我們也是有做公辦民營 所以公辦民營的 像這樣一個這個爐竹的一個長期照護中心的時候 其實它是桃園首家的一個公辦民營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同樣也有去標 這個政府的一個這個計畫 然後來服務這個我們這個爐竹香的老人家 那同樣的時候 如果對一個醫療機構來講 其實它的核心就是一個核心的照護能力 所以它自然而然它會做這個護理之家 意思是它能夠從醫療然後這個護理之家 然後再長期照護的機構 那所以說其實從醫療端它的病人 如果它的情況這個情況這個許可 然後離心急性期的時候就可以往下轉 然後同樣的當比較這個照護機構的時候 病情有變化的時候 其實它很順利的能夠往上轉 好 我想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它會有這樣的一個優勢 那另外的時候我們知道老人家的時候 其實它有兩個比較重大的 大概就是說常常會有一些慢性病 所以在洗腎跟復健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時候其實就是它的一個 這個核心的一個進行競爭力 這個例如說大人護理之家 公理護理之家 然後我們也會做同樣除了再往下做的話 會做到社區 所以在日照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日照的一些這個服務 那這邊的時候 所以蔡執事長其實剛剛講 我們必須要了解 其實我覺得大陸真的進步得非常非常快 那很多部分其實無論 我是覺得並不只是大陸他們有錢 其實我覺得他們大陸的B群 有時候真的還是看的比較大 看的比較遠 加上他們這個政策上的一個支持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也是從這個長輩照顧中心的時候 慢慢 大陸大概會做這個類似CCRC的一個想法 那因為大陸其實他大概就出了一個地大的問題 人多 所以他們做一個CCRC的一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那我們到最後的時候會稍微再來講一下 那所以說對於一個連續性照護的一個體系 其實我覺得剛剛蔡執事長講了一句話 對老人家來講 請問一下他到底要不要分 他現在應該住哪個機構 我覺得老人家完全不會這樣想 第二個老人家他的身體狀況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變動的狀態 所以他有時候或許說他這時候情況比較好 那有時候說或許這時候情況比較差 所以哪一個機構或是哪一個服務 對他來講是最適合的 我認為如果我們倒過來想 不要以機構不要以服務者提供者的想法 倒過來我們要以怎樣 老人家的想法來提供服務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時候有時候你的整個mindset 大概就是會改變 對剛剛蔡執事長有講過 其實真正的專家是誰 真正的專家就是我們這些長者 他們來教我們非常非常多的一個事情 在這裡的時候其實 就是以這樣一個連續照顧體系的時候 大概等於說會從即興 然後即興後期出院準備服務 然後社區跟在地老化健康高齡 這樣怎樣做一個結合 那再來的時候我想剛剛的時候 其實這個徐老師他剛剛有提到 像過去的一些這個YouCare SmartCare的一些這個計畫的時候 所以怎麼樣子跟台灣的資通訊 過去已有的成績來做結合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有非常非常多台灣 非常大型的這個資通訊的一個廠商 他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希望進入這個Healthcare 希望進入健康照護 但是我是覺得 我覺得我們在兩邊這些跨界的這個整合 可能還不是這麼的一個順 舉例來講像例如說 應該最大的應該算紅海 紅海的這個所謂的永寧基金會 他也是直接找了一個這個醫師 在裡面做執行長 他是希望說能夠這樣子來 來做一些穿戴式的一個裝置 那同樣的是 無論是這個 我們知道好幾家這個很Leader的一個 這個廠商也希望能夠去做 不過我覺得剛剛徐老師講了一句話 小米手環就把很多人都打敗了 所以怎麼樣子的時候做一個 真的在有一個business model 然後真的能夠永續經營 然後又能夠提供服務的時候 我想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他這樣一個這個model 那我後來覺得 其實剛剛蔡執行長講了一句話 千萬不要想說從這個提供服務的這個地方去賺錢 我認為這樣的時候一方面對不起我們的長者 一方面的時候你也賺不了什麼錢 應該還是要從怎麼樣提供這些創新服務的 怎麼樣一個運營整體的一個解決方案 在這個地方其實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做 或者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個地方 我想這個地方應該也是這個 無論是從任何一個角度來出發的時候 我想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那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這邊講的都是公開資訊 講的大概是公開資訊 所以現在目前的時候 這個其實我們盛宏的董事長 其實也就是女生醫院的負責醫師 我們大概也會開始做這個O2O的一個平台 大概也是會跟這個IOPO2O的一個平台 進行做一個這個串聯 好 我想這邊的話大概整個一個長期照護 跟智能科技計畫 然後它中間的一個整合 我想大概就跟這邊大概介紹一下 這樣一個這個計畫 另外的時候我們看來連續性的照護 連續性的照護 我這個後面的大概都是我去這個美國 當時大概參訪了10個這個美國的 一些長期照護的一個機構 後面有一些照片 我當然沒辦法像這個蔡子智商一樣 參訪過12個國家 然後整個這個超過100多家的一個機構 但是我是覺得有時候就像 對 我講就像我剛剛謝子你講的 他三之十可以工作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其他國家的時候 或許有一些的概念 那我個人對CCRC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 我覺得可以用蔡子智商剛剛講的一句話 如果你能讓老年人在一個整體的一個機構裡面 從這個老年一直到他的一個往生 其實這樣子的時候是不是一個更好的一個在地老化 當然我們現在的話在地老化的時候比較會被推到一個 類似一個社區或是一個居家的一個想法 其實對於一些機構的運營是不是也是一種在地老化 我個人是對這個東西大概會有一些這個想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一個美國 他的一個在波士頓的一個這個CCRC的一個構造 我想大概他們的一個戰力大概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的時候簡單來講 這個為什麼花會有玻璃窗 這種東西大概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失智圓區 失智圓區的時候 我看的那個失智圓區其實它大概是一個口字型的 所以它中間 失智圓區的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會怕這個我們失智的長者跑掉 所以進去的時候它大概會有一個雙層門的一個這個構造 那怎麼樣子讓他們能夠怎樣 好像不會說被關在裡面這種感覺非常重要 像我們去的這個 像我們去的這個這個機構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什麼 他們跟我說 他除了說讓他們的生活好像跟外界有通之外 他們還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還請了這個 請了他們的老人 帶他們去Boston港坐這個船 然後在上面的時候這個等於說吃晚餐 當然要取得這個家屬的一個功力 所以怎麼樣子讓失智老人不要讓他覺得怎樣 他是在關在一個這個籠子裡面 我想這個地方大概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這邊的話對一般的這個安養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這個讀書館 絕大多數的時候 我們這個以CCRC來講 它大概分作四個部分 一般他們所謂的就叫independent living 就是他可以讀 然後assistant living 再來是一個這個 所謂的一個special nurse的一個照顧 另外一個叫做memory support 我覺得他們還蠻友善的 他們不會去講體能學 他們會講說例如說memory 就譬如說這個記憶的一個照顧 或是memory education area 大概他們會分四個部分 其實如果去參訪過這個雙簾 其實雙簾它的模式 我個人覺得其實應該也蠻有這個味道 應該也蠻有這個味道 整個那個園區的話 大概規劃的一個非常好 另外的時候剛才有講到過其實怎麼樣 對他們一些裡面的一些健康的一些 銀髮的一個族群 然後他們的一些復健的一個設施 然後另外他們的這個整個的一個活動 我想大概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當然他們裡面的一些無障礙的一個設施 其實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當然看到這些復健器材 復健器材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在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講的 講的就是我完全已經被這個蔡子英長所同化了 蔡子英長剛剛她有講說好像說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 最上面那個層次我覺得最重要 在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無論我覺得以臺灣來講 我們要有這樣的器材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復健師 應該都不成問題 那他們的mindset是什麼 他那時候他講了一句話說 我們老人家進來的時候 我又問他說你有什麼願望 他在這裡的時候他跟我講說 其中有一個老人說 我希望我能夠在我孫子跳舞的時候 能夠陪他一起跳舞 大家應該有看過這個國外的影集 所以他們大概就是說結婚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一些人跳舞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其實他就怎麼樣 他就要針對這個我們長者的一個願望 幫他排復健的program 讓他怎麼樣能夠達到平衡 然後跳舞的時候不會跌倒 又能夠達成他的一個這個期望 所以其實在這個的時候 我會發覺說怎麼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的技術人員也會有 你的器材也買得到 但是你整個的一個這個 對一些照顧的概念 其實那個東西才是這個成功的關鍵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大概也會有一些 這個fitness的一個program 那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是會把醫療機構 其實附在這樣的一個照顧機構裡面 所以他這邊其實也是會有一個care center 或是一個outpatient的一個clinic 那不過 不過看到這個價錢的時候 因為我是覺得既然要講 就要講比較critical一點 看到這個價錢的時候大家應該就會覺得 這個可能還是會有點嚇一跳 在這邊的時候我們看到 其實它的monthly fee大概是3000美金 3000美金大概就是多少?10萬塊左右 這個是單元最低的 那它的押金的時候大概是多少? 60萬美金到100萬多個美金 所以其實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還是很認真 並不會平衡 我想這只是讓大家看一下 另外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長照的一個機構 其實會跟PAC來做結合 就是我們所謂的即興後期 即興後期就是從出院的時候 怎麼樣從出院裡面直接過來 另外像殘障的一個這個 殘障的一個這個中意的一個結合 這我們得到這位是他的這個同意 所以他是同意照相 這個我們先事先的說明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 他就是所謂的見洞的人 他就是所謂的見洞的人 其實他們的整個的服務 上面的時候可以用眼睛的一個視覺的一個Sensor 就來操縱所有他的輪椅跟他的電梯的開門 整個活動 所以他可以完全控制他房間裡面的電視選台窗簾的打開 所以說完全的話大概都是可以 然後宗教 我想宗教的一個這個 我想宗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對老人的時候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核心 所以其實我想剛剛的時候其實這個 這個徐老師也有提到這個Lifeline 這個Lifeline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電子跟這個長期照顧結合一個最好的一個例子 我們剛剛其實這個徐老師有說他的一些Sensor 要把他摔不壞 水靜不壞的這些東西的例子 其實他的Co-Center的時候 我們當時有去跟這個執行長 李執行長的時候談 其實我覺得李執行長那時候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他們的Co-Center全部都是誰 全部都是護理人員 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希望說如果是長者打電話來的時候 能夠一次解決問題 他們也不會去想省成本 不過他跟我說大多數的老人打電話來 Co-Center的目的是什麼? 跟Co-Center的接電話的人員聊天 因為其實寂寞是我們長者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這個大概整個可以回來再看一下 說整個這個生態跟這個產業的發展 所以在這邊我們最後的時候很快的看四個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一個想法 第一個就是說所謂的全面照顧跟這個在地老化 其實在我們這個做CCRC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讓一個這個長者 然後在這個一個園區裡面 雖然他是一個機構 但是依照他身體的變化 或者是家人照顧不同的情況的時候 能夠在單一園區裡面的一個 從這個年紀大一直到死亡的時候 其實這樣對長者是不是也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好處 那臺灣會有什麼困難? 臺灣如果你去問建商 建商會直接跟你說 我如果有這麼大片的土地的時候 我幹嘛要來蓋楊老村 那所以現在問題會變成怎麼樣 楊老村都幾乎蓋在山明水秀風光明媚的地方 然後山明水秀風光明媚的另外一個 這個代名詞就是離群所居 所以有時候他就會覺得稍微比較孤獨一點點 但是怎麼樣子的時候跟這個政府 例如說 我相信目前有很多 其實桃園也是一樣 桃園大概有在做一些促餐BOD跟PPP的時候 他有在做這樣的一個合作計畫 那我們這邊的時候其實還有 我們大家會了解到 其實老人跟小孩他們雖然不太完全一樣 但是還有部分是類似的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剛剛在講我們那個 Cambridge的那個CCRC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一個Rage School 他其實就是一個類似代見教育 所以從橫向的一個CCRC跟縱向的一個代見教育的時候 他就做一個這個串聯 那這邊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如果說政府對於這個長期照顧的一個裁員 會有問題的時候 那是不是說我們推長照的時候 一定會增加政府的負擔 有沒有可能推長期照顧會減少政府整體的負擔 我認為這是另外一個思考 所以如果把這個長期照顧跟這個醫療服務相結合 中間利用一些bundle pay的一個機制的時候 那就會有incentive讓這些人怎麼樣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服務 我想在這個應該在美國或是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把這個PAC即興後期跟安寧療護的時候 完全都有直接坐在一起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的服務 你的服務類型能不能夠滿足老人的需求 至於你服務的地點跟機構 我認為那個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以美國來講的時候 其實它的這個Hospice 他們的安寧療護也是什麼 Evain有在做安寧療護 社區也有在做 居家也有在做 所以重點其實並不是說你在哪裡做 而是說你的服務有沒有得到適合老人家的需求 更何況你應該依照老人家不同的需求來提供這個服務 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這個想法 再來的時候 再來的時候我們就會 也是有提到就是說政府提供這個預算 然後來這個讓低收入或者是需要這個服務的這個長者 接受服務 這個我們絕對是贊成 但是對中間有一些這個 就是中間的一些這個老人的時候 是不是要提供給他一個多元選擇 然後這個profit跟 nonprofit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定是重點 而是說怎麼樣做一個很好的經營績效 然後或者是說然後提供給優質的服務 這個東西是不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2014年的這個JAMA JAMA的時候應該算是這個醫療界裡面 應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這個雜誌 其實他就做了一個這個 做了一個實證研究 意思就是說他做了八年的時間 從這個2003年到了2010年 他把全美國237個這個機構 而且這機構是怎樣 他把它怎樣 從non-profit轉成profit 然後來做三個比較 哪三個比較 第一個是醫療品質 第二個是財務績效 第三個是什麼 他對於弱勢民族 弱勢的一個種族 然後這個弱勢的一個族群 他提供會不會中間會有些變化 其實在這邊的時候 他這樣做一個 這樣子做了一個這個大規模的結果 他認為說其實profit或non-profit 其實他並不是真正的一個這個issue 最後的時候我們想 這邊會有一個 我們再轉回日本好了 其實在日本的 他接吻保險法裡面第四條的時候 其實他這邊是非常有強調 其實這個國民 其實還是有一個自立負責的一個想法 另外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剛剛的時候 王老師說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意思就是說現在整個全世界都在搶人 台灣到底搶得過搶不過其他人 而且我想剛剛的時候 這個powerpoint 王老師的powerpoint也有講到 這個日本政府這樣一個 非常鎖國的國家都已經說 他們會開放長照移民跟農民的一個移民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現在可能還是要努力 要怎麼樣將這個世代的正義 然後這個和平的給移轉 然後這個要不然的時候 我常常會覺得日本它的現象就是 有怎樣?敬老變成賢老 最後變成酬老 我想這樣的話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好 謝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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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